而接着针对了原住民文化以及音乐采集相当琢磨的议员 哈尼嘎噪认为花莲影音聚落产业的发展 能够为自己拍摄一部 能够吸引游客到访的剧本故事来行销花莲 并且对于东部流行音乐中心的执行 不见原民处主导 反倒是配合文化局做相关的业务 他质疑原刑处的执行能力以及态度 原住民文化以及影视产业的发展 在9号的定期会上 哈尼嘎噪议员认为 花莲的影视聚落产业发展 能够为自己拍摄一部 可以吸引游客的剧本故事来行销花莲 并且对于东部流行音乐中心 目前看来也都以文化局为主导单位 他质疑原住民行政处的执行能力以及态度 完全看不出原住民行政处应有的作为 因为也是因为之前有看过海角7号 还有赛德克巴莱 我也希望说花莲会有自己 属于花莲自己的电影 让我们不管是国内或者国外的游客 都可以去我们的拍摄的景点 去打卡拍照 来拓展我们的观光师业 原民处的部分 因为原民处有采集很多我们部落的鼓窑 那是不是可以搭配文化局他们这拍摄影片 是不是可以变成我们影片的背景乐啊 那么原民处也是可以跟我们文化局合作 那文化局来拍摄原住民来配合就是把我们部落的鼓窑 也可以来做我们电影的配乐 来把我们花莲真正的文化来透过影片 告诉所有喜欢花莲的朋友 那其实文化局对这个陪例的部分是做得非常好 那其实今天为什么要找原民处还有文化局一起来 来做这样的讨论 其实我是希望说两局处是可以做长期的配合 呃 并不是说我今天就像上次我开了专案 结果执行都是文化局来执行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我希望说可以透过一个机制让让两局处有横向的人系 那我们譬如说拍摄影片 我希望大家都是可以互相支援的 哈尼卡照音员也指出花莲的影视协拍 更应该要为花莲拍摄出属于自己的电影音乐 而电影以及配乐自己做 让花莲的影视聚落能够更具体 才能够产生后续的文化保存效益 以及人员的培植 记者凌桀花莲市采访报道